美好肉体集合地,关注我遇见更多美好肉体,相信很多小姐姐都知道,跑步是一项很好的有氧运动,这项运动不仅会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,将几乎全身的肌肉都调动起来,而且,还能够让我们瘦身,简直就是一举刷得的好方法。 但是,跑步固然很好,时间久了,也会有很多小姐姐出现毫无效果的表现,这个时候,不如让我们换一个思路,去试试练习一下瑜伽,直立抓脚趾平衡,小伴在这里建议那些想要通过锻炼,健身等方式,来让自己瘦下来的小姐姐。 你可以在开始锻炼瑜伽之前,将自己去试着跑一下步,将自己的身体慢慢的进入状态,小伴当时就是这样练习瑜伽的,百事百灵,总能够让自己更好的进入状态,全连花肩倒立。 但是,也会有很多小姐姐,只喜欢用跑步的方式,来让自己达到减肥的目的。 碰巧的是,小伴还没有接触到瑜伽的时候,也是这样想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 但是,后来,小伴慢慢的发现,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,跑步并不能够持续的让我们变瘦。 经刚做,很多小姐姐刚开始练习瑜伽的时候,恨不得第一个体式,就是练习那些高难度的体式。 但是,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,很多小姐姐不仅体式练习的不是很好,而且也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伤。 刚刚从跑步的高强度练习中挣脱,尽量不要练习这么难的体式。 贺禅式,贺禅式对于很多想要练习双臂肌肉的小姐姐很有帮助。 所以,下面要认真听了。 Step 1,开始,双腿要弯曲,蹲立在地面上。 Step 2,之后腰部弯曲,上身前倾,将双臂伸出。 Step 3,双手接触地面,双脚用力登起,双膝顶靠在双臂上。 轮式,轮式对于我们身体最好的部位练习就是腹部了。 据说,多多练习,会练出马甲线哦。 Step 1,算是站立在地面上,利用腰部弯曲的作用,上身向后弯曲。 Step 2,上身向后弯曲之后,双臂伸出,双手手掌反向触及地面。 Step 3,双腿随着体势弯曲,让腹部肌肉充分张开,单腿格拉尔亚。 所以,小爸开始换个思路,将自己换一个方式锻炼身体,开始接触于家,并且胸最简单的体势开始练习。 这样能够让我更好地锻炼自己,也能够让自己身体的脆肉得到很好的锻炼。 一来,自己不会感到很枯燥。 二来,也能够自己的身体受得更快呢。 不仅是锻炼身体,我们在生活和学习,工作中也是这样的。 一种方式行不通,我们就换另一种方式,来让自己达到我们的目的,我爸爸总是会有的。 只要你肯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